嘩 瘋了 雖然我現在還沒看完這麼多星座的星運 但我相信上星或太陽雙子座 在農曆三月是最好運的冠軍 真的一帆風順 你們有什麼願望一直很想去做 趁這個農曆三月去做 我忽然想起那些已經病到垂死的病人 問你還有什麼心願 我忽然想起這些 但是真的 你們這個農曆三月去達成一些人生 我去到一個人生的層面 要去做這些心願 宇宙是會幫你達成的 就算不是去到宇宙 但是你身邊的人都會群測群力 是真的很肯用心會幫你去成就你的願望 你說是不是很棒呢 例如我當 原來你一直很想去做歌星的 OK 然後你不知跟別人去講 然後別人就介紹你去參加那些什麼 歌唱節目 然後別人有幫你去做宣傳 然後你又可能去唱過Demo的歌 別人有幫你去加一些後期製作 又幫你去製作宣傳 製作樂隊回來 然後就放上網 然後你就紅了 OK 是真的可以是這樣的 可以是 那個運是漂亮到順到是這樣 還有那些人是真的很肯用力去幫你 所以有些什麼去做呢 你儘管跟大家開聲 大家都會 真的去集齊全力去幫你達成願望 OK 還有這個時候都是去結識朋友的時候 如果我當 雙子這個下 你們一向都是孤獨星來的 接接的 那 因為這個世界有時 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是不是 人都好玩時 那你說我一向沒有什麼朋友的 都不會有人幫到我做事的了 OK 那 起碼你就趁這個 農曆三月去認識多些朋友 好不好 那 希望 就是希望那個氣氛可以運動得很快 你馬上去認識他們 然後他們就馬上去幫你做這個 那 OK 真的不要浪費了這個農曆三月 真的做什麼事情都無往而不來 除了 一件事 我一會兒會說 對了 不過 有些事情搞時搞 但是因應現在整個社會的狀況 OK 都有一些疫情 整個世界都有些事情很混亂 對不對 那 如果 即是看看你想做的事情是去到一個什麼的階段 OK 那如果你說 唉呀我無緣無緣無緣想去 去外國 不知搞什麼 那 這件事就真的太過大上頭了 是不是 那全世界封了關 你也做不到這些事情 對不對 OK 那這件事是要注意一下的 好啦 那 唯一要提下你們有些什麼要小心的 OK 咦 就真的有剛剛那個例子 就是如果你們想搞任何的國際事務 例如移民 這裏就會遭受到少少的挫折 挫折在於什麼呢 就是當你們去搞這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自己會無端端生病了 或者你的家裏有人生病了要你去照顧 或者你的寵物不知道發生什麼問題 就會延遲你所有的事項 我最近有個親戚 他都打算去移民 但是之前他的伴侶的父母 技術是他伴侶的母親就過了生 然後全部東西就會延遲了 可能他們的個案在你們這裏就有少少參考價值 可能是自己身體或者身邊人 或者甚至是你家裏養開隻狗那隻貓 會出現一些東西而去延遲了你整個行程 這件事是唯一一個美中不足 但是如果你不是特別想著去旅行 去移民 去移民那些東西呢 其他東西都是非常之高興的 最後都還有一樣東西那麼大把可以提一提你們的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很親密的人 勢勢你的伴侶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好好好朋友 如果他是天蠍座的 這個農曆三月你們的關係會比較有些問題 尤其是背後會有人說你們這段關係 或者你跟天蠍座的親密的人 各自都會經常聽到一些其他小人去說對方的壞話 那就影響了你們的互信 好啦 詳情 怎樣為之天蠍座呢 去Youtube 找一條影片 那你們就打塔之亂藍 which is 我的brand name 再加太陽星座 會有一條罐頭片的 那你們就可以去理解 當我去提出對方是天蠍座的時候 那其實應該是用些什麼去計算呢 OK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T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的塔之亂藍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即是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他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 了 了 谢谢大家